我手里面这台重运转没有任何问题的华为Mate 30 Pro一个5G版的机器 可能是我收到过同型号迄今为止最便宜的一台机器的 2299的这么一个价格收到了 是不是比直面屏还便宜的这么一个价格 我们直接来进入系统看一下 Mate 30 Pro一个5G版709905G芯片 8加128G内存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这台机器是重运转没有任何问题的机器 很多人就不相信了 你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它的橙色屏幕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非常多的细小的划痕啊 基本上就是整个屏幕都有 特别是上面这里有一点严重 然后边框橙色的话也是有一点差呀 后盖的话还可以 它就因为橙色差 所以说我就2299收过来了 比练机的话是少了好几百块钱 还好它这个只是一些细小的划痕 所以说练屏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屏幕的话 基本上是无视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划痕的话它也是可以贴膜去覆盖的 它不是那种硬伤 如果是那种很深的划痕的话 你即便是这样亮屏的话 在屏幕上面都是能够看到它那个划痕的贴膜也是覆盖不了的 好在它这些划痕虽然多 但是都是一些细小的划痕 机器的话我们它搭载了一个麒麟990的5G芯片 然后一个超大的瀑布屏 大家可以看到弯曲弧度特别大 颜值的话我个人感觉没得三十普路的话还是非常高的 然后同样的机器同样的型号 这台机器的话它就要2799了 为什么因为它的橙色是一个99型的橙色 屏幕没有任何划痕 也是全层贴膜带套去使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同一款机器 两款机器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别人那里问 就是一个价格 再去别人那里问又是一个价格 同样的机器它城市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 MIT30普做的话 我个人觉得加上鸿蒙系统7099的5G芯片的话 应该再使用过三年应该是没任何压力的 目前的使用的话也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后置的话也是一个莱卡真正的 撕摄拍照的话也是挺给力的 特别是它这个颜值 我真的说实话 这块屏幕我是特别喜欢的 就是维修成本特别贵啊 可能要2000多块钱接近的 就这么一台机器 大家觉得香不香